大家好,昨天看了台湾一个叫北清的YouTuber的直播 心里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北清和以前说的桃园孙先生一样 都是做街头民调的 我以前经常看他们的直播 那么北清昨天直播的是在台北的车站 主要直播的是在台北的车站有很多的街友 他们叫街友,我们叫流浪汉 那么有很多的街友就住在车站的外面 那么当然台北的车站大概有规定 好像是晚上九点还是几点的 他们可以进到车站里面 但是没有到那个时间都在车站的外面 跟着北清的直播看了一圈 那么人是非常的多的 而且通过下面视频的评论以及实时聊天 那么很多台湾人都不相信 居然有这么多的街友 而且通过实时聊天大概能够知道 街友以前也有 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那么也就说明经济并不怎么好 那么这个蔡太子说的 在她执政的这几年 台湾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 台湾的经济是20年最好的时候 那么目前来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首先这个亚洲四小龙 香港 台湾 新加坡 对吧 还有韩国 香港因为612之后的这一系列事情 经济负成长 那么其他的不管是新加坡 还是韩国 台湾目前显然都比不上的 这个大家心里有数 没有必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那些有的没的 对吧 至于这个20年 经济最好更是胡扯的 比如这个旅游业 对吧 我看所有的直播呀 采访旅游业者呀 都是嗷嗷叫 用台湾的话讲叫嗷嗷叫 都说业绩不好 对吧 那么有一些游客 但是消费力又不强 也不能买东西 留业者都陷入了困境当中 这就回到马英九时代 那个时候民进党老讲 马英九老给人民一些 冷冰冰的数字 对吧 说这些数字很冷 感受不到温度 人民需要的是现实的温暖 那其实回到这个 民进党执政之后 也是一样 他给的也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 对吧 我看台湾的人民 也没有感到现实的温暖 而且他这些冷冰冰的数字 背后呢 还都是一堆假数字 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包括之前赖清德 在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说台湾的平均收入 等等 大家都不信 对吧 他说这个月 平均收入达到4万多台币 那事实上有没有呢 都有数 那么有台湾的朋友 发了一下 关于台湾的一些招聘广告 其实在今日头条上 也有台湾的 相当于YouTube 我不知道大部分台湾人 有没有上今日头条 在头条上也做视频 有的写文章 那么也有内地人很好奇 台湾的收入 他也贴了一些台湾的招工 对吧 关于一些就是一些报纸吧 招工的广告啊 对吧 大概多少钱 也就2023k 还有一些没有 那么还有一些是低于 台湾法定的最低收入的 也达不到 那么当然大概问了一下 他说其实是一些 可能是相对偏僻的地方 或者一些中老年人 其实基本工资也是 23k也是达不到的 那么如果对吧 强制要求达到23k的话 那这些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工作就会丢掉的 等等吧 很多现实的情况 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弄一堆的假数据 也没有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台北的车站了 我看时时聊天 还有下面的评论 说在台北还有个叫龙山寺公园 那里面街友更多 对吧 而且味道也怪怪的 就是因为街友太多了 当然我看大家倒也没有 对味道怪怪的 有什么特殊的鄙视吧 而只是说觉得街友太多 肯定会产生这个问题 更多的是对街友比较同情 对吧 然后讽刺一下 20年以来经济最好这种状况 而且龙山寺公园 也是台湾的民主胜地 那么当年无论是党外运动 还是民进党 反一党专制的时候 很多有意义的人士 都在龙山寺公园聚集起来 一起谈时事 一起谈要推翻两讲时代 要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等等 说这也是个民主胜地 不过目前看起来 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 对这个民主胜地 似乎也不太在乎 当然这个在乎的背后 不仅是民主胜地的原因 那么主要的还是经济的问题 要把经济提升上去 那么保就业吧 就像今年中国大陆的 中央财经会议当中 这几个保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保就业 首先要保证啊 这个社会上能够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当然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也需要经济 对吧 经济啊 有一个正向的发展啊 至少能够保持稳定 否则的话 很多人就会失业 就会沦为街友的 那么这些东西啊 都是实实在在的 一个政府应该做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蔡政府 老夸耀自己的功绩啊 老说自己有多厉害的 自己对吧 有多牛逼啊 数字做的多好啊 这个多好啊 然后台湾多民主啊 多自由啊 我们要捍卫民主自由啊 对吧 如果政党轮替之后啊 这个民主自由就没有了 老整这些东西太不实际了 我觉得韩国瑜不管怎么说 对吧 莫忘世上苦人多 这句话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感触的 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世上吧 还是有很多的苦人的 当然希望这个 不要当成一个选举口号啊 那么真正 假如动算之后吧 还是要记住 有很多的 不只是街友了 有很多的 低收入群体了 再加上大家所面临的 现实的困难等等吧 很多现实的问题 还是要认真的去解决吧 那么其实我之前看这个M01啊 Mobile 01论坛上 其实也谈过这个问题啊 当然他说的不是台北 说的是桃园啊 还有说的是一个中立车站 我不知道中立是哪儿的啊 当然这个中立好像很有名啊 我以前知道一个中立事件啊 这个中立事件在台湾这个党外运动啊 应该是民进党的这个 当年搞的民主运动当中 还是非常著名的中立事件 那么说中立车站也特别的多 说很多人啊 而且翻垃圾箱啊 找吃的呀 所以以前可能会偶尔看到一两个 就现在 就这两年啊 就特别特别的多 就和台北车站一样啊 又回到北京的那个直播里 看那个时事聊天也是啊 有很多的台北人 他们说大概是经常坐捷运啊 不坐火车 对吧 很少往那边走啊 就是从来没有想到的 就是没有看到啊 那么很多事情不是你没有看到 就代表他没有 那么很多事情啊 你没有看到 对吧 不能证明他并没有出现 所以吧 老老实实的啊 踏踏实实的搞好经济啊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老整那些虚头八脑的 是没有意义的 尤其是最近吧 对吧 我看这个 嗯 蔡英文呢 又接见了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啊 以前说过 对吧 这个王丹啊 等等 阿扁时代一年就给20万美金 那么现在给多少钱 不知道 那肯定还是要给钱的啊 这帮人 对吧 你帮他 帮蔡英文选举 帮蔡英文恐吓 恐吓台湾的这些绿营人士吧 尤其是恐吓这帮年轻人啊 对吧 作为一个孔中牌 然后花这么多钱 有什么意义呢 啊 还有这个卡神杨慧如啊 太多的事情了 对吧 你干点正事吧 嗯 譬如以前说过高雄小林村 这个小林村 泥石流 嗯 死了是300多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村民向政府索赔 3200万 对吧 这个局政府不但不赔钱 还花1.3亿 顾律师团队去和这帮村民打官司 打官司的内容就是 市政府没错 我不需要赔给你 这多荒唐啊 对吧 你有那1.3亿的律师费 你就痛快赔那3000万得了呗 太荒唐啊 对吧 还有这个高雄气暴啊 捐了100多亿 你后来那个钱都花哪里去了 真正赔偿受害者的人很少 很少 对吧 嗯 有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不到哪去了 还有很大的一笔钱 就是顾律师 顾律师啊 花天价顾律师告高雄市政府 对吧 告高雄政府政府要求什么 要求高雄市政府给受害者赔偿 你这也很荒唐 为什么要 对吧 这个政府花这么多钱 请律师来告我 让我去赔偿 你直接赔偿就得了 对吧 而且这个赔偿款本身就是捐款嘛 本身就是要做赔偿的嘛 对吧 就很荒唐啊 还有很多的事情了 那这里不一一列举啊 等这个高雄气暴和小林村 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吧 等着明天吧 明天详细的 明天详细的做一期视频啊 总之啊 说这个事情 就像开头说的啊 这个看北京那个视频 其实我个人也不算很舒服啊 当然不仅仅是台湾了 其实 看哪里吧 看哪里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不能让人心里特别的高兴啊 那总的来说吧 作为一个政府来讲啊 尤其蔡政府来讲 很多钱要落到实处 对吧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啊 你这个在内部养网军 在外部养这些反华民运 尤其这些反华民运 对吧 你包括陈破空这些人 都是蔡菜子的座上帝 可是你看 他们录这些视频呢 天天在胡扯 对吧 天天啊 今天政变了 明天政变了 一年政变好多回 但是哪一次 应验了 分明就胡扯 对吧 而且在海外都三十多年了 他了解内地是什么情况嘛 也就回眠乱造嘛 那你花钱 对吧 给这些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而且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利益输送啊 我觉得也 也值得查一查 假如这个寒冻算了 对吧 成立特人组也好好查一查 查一查这个民进党和这些海外人士的 这个资金链呢 这些钱 把这些钱落到实处不好吗 多为这些 对吧 以皆有为代表的这些苦人吧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把这些钱花到这些方面 不更好吗 花到这些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也包括香港 对吧 这个612以后香港这些事情 当时民进党就派了很多人去啊 这都是有证据的 对吧 这个民进党政府在里面介入很深啊 包括花了很多的钱 包括现在在台湾 也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之前高雄的那个罢韩活动 就有香港代表队 对吧 有过香港的方阵拉着洪府 这不都荒唐啊 这个高雄的市长 这个台湾的市长 你关香港人有个屁事啊 尤其你关这帮香港飞行什么关系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凭什么去罢韩呢 老讲这个外部干涉呀 反渗透啊等等啊 那你这香港的渗透不叫渗透吗 而且堂而皇之的渗透 这叫怎么个事啊 那么目前呢 也能阵营就是 目前蔡政府给这帮香港的废青 有生活补助啊 补助十个月 那么为 当然这帮香港的废青很担心啊 十个月之后呢 那意思要养一辈子呗 对吧 那你花这些钱也是一样啊 你这个钱给他们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台湾有那么多的街友 你把这些钱给他们不行吗 对吧 你给这些废青补助的 有吃有住啊 还有一些要在学校里安排学位 安排读书等等 你这个台湾自己有这么多的人都不管啊 你去搞这些搞这种政治操作 搞这些意识形态 空喊一些口号 没有意义啊 对吧 这个老讲自由自由自由 以前老说过啊 衣食住行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 对吧 这个从那个马斯诺的精神需求来讲啊 对吧 你这个基础的需求 提升的改善性需求 提升性需求 奢侈性需求 它是一步一步的 你基础性需求 对吧 很多都没解决得了 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对吧 你说句难听的 居住自由叫不叫自由吧 那肯定叫的 那你能实现吗 对吧 当然这也不是台湾对吧 这个要考虑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阶段 还有这个整体的资源配给等等 很多事情很复杂的 但是空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要在这个复杂的局面 对吧 还是要脚踏实地 踏踏实一点一点的 去面对复杂的问题 去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你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啊 对吧 这个喊了一堆的自由 那什么叫自由啊 尤其是你去台北的车站 去龙山寺 你跟这帮基础说 你自由吗 如果我是他们 我得揍你去 对吧 如果我是他们 是不是 我得恨不得踹你两脚 对吧 你这个民进党 你要不要去问问呢 你是不是应该问问呢 那这不是台湾人吗 天天台湾人如何如何 台湾人如何如何 那这些人是不是台湾人呢 对吧 爱台湾 天天爱台湾 那也同样了 你这个车 这些火车站是不是台湾的 显然你不能把它 从台湾的土地上抠出去 这就不是台湾了吧 对吧 还有些年轻人 关于年轻人的问题 下一个再说吧 对吧 但是对于台湾的年轻人啊 尤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啊 一天天在这么唬烂下去啊 我估计他们的未来啊 也就是这些街友了 对吧 什么护主权啊 这些那个的太空了 以前也说过 对吧 你不把自己的经济搞好 科技搞好 产业搞好 你说这些啊都白扯 只能让你的主权吧 越来越丧失啊 当然这个主权打个双引号吧 对吧 很多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 一点点去做的 对吧 喊这些大口号没有意义 那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